差不多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夏威夷航空有一架从凤凰城要飞到夏威夷降落的时候出现状况 在这里遭遇严重的乱流 虽然最后是安全降落了 不过飞机上200多名乘客在混乱中36个人受伤 有20人紧急送医 而且年纪最小的乘客才14个月大 后续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关注